女孩在台上唱歌时 台下的男生打断了她 大声叫道 荡妇 这样极具侮辱性的词汇 让女孩下不来台面 她的神色难堪 浓厚的眼影也遮不住她的沮丧 但台下的观众没有感到愤怒 都十分冷漠 要么怯笑着看好戏 要么歪着头习以为常 只因女孩打扮的叛逆 将自己受到的伤害写进了歌曲里 在台上大声唱出来 就受到这样的对待 在表演结束后 那个叫她荡妇的男生 甚至还在不远处的餐桌上 对女孩做不雅动作 连一起吃饭的肌腹 也不给女孩好脸色 因为她总是摆着张臭脸 唯有可爱的妹妹安慰了女孩 她认为女孩唱得很好听 但面对一直贬低她的肌腹 她再也不想待在餐桌上 背着吉他起身离开 路过台下叫她荡妇的男生时 女孩将一杯水直接泼向男生 把男生给吓猛了 不过这是她最有应得的 女孩红彤彤的鼻子上 带着心打的鼻钉 这个寡言又叛逆的女孩 在得知自己怀孕后 用回形针简单地烧了一下 就穿入自己的鼻子 用这样原始且暴力的方式 刺破皮肤 为自己带上鼻钉 是女孩在急迫地宣誓 她对自己身体的唯一掌控权 但怀孕后 她甚至周转了多个小诊所 都无法让自己的身体 再回到原状 因为在她从小生活的小镇上 民风非常保守 当地的诊所 更是不会为女孩堕胎 当身体失去自己的控制 她的恐惧在增加 如果刺穿自己的疼痛 能带来一点安全感 她就很乐意这么做 因为身体上的疼痛 远远敌不过心灵的伤痛 然而坏消息接踵而至 当女孩在妹妹的陪伴下 来到了纽约的诊所 她却被医生告知 自己已经怀孕18周了 因此她无法在这个诊所内堕胎 虽然她之前已做过超声波检查 但被告知的怀孕周数是10周 她和妹妹千里迢迢来到纽约 就是为了堕胎 但医生这样拒绝她 她只能再转到曼哈顿的诊所 这样就得推迟到明天 让女孩与妹妹苦恼的是 她们没有足够的钱住旅馆 本打算在车站上坐一晚上 但遭到车站的工作人员感人 因为凌晨不属于车站的营业时间 于是她们又来到地铁站睡觉 结果偶然遇到了一个变态 她们被惊吓到 迅速逃出地铁 这样一来 两人都没有了困意 来到游戏厅中闲逛 又买了些简单的食物充饥 度过睡眠不足的夜晚 女孩在第二天一早顶着黑眼圈 迈进了曼哈顿的诊所 面对不菲的堕胎费用 女孩本想使用医保卡 但医生说明这份堕胎报告 会如是汇报到父母那里 女孩当然不希望被父母知道 所以她收起了医保卡 只好支付更多的费用 在堕胎手术前 医生向女孩进行提问 都是和两性关系有关的 她只需要回答从不 很少 有时 总是 医生问她的伴侣是否曾拒绝使用安全套 女孩愣了一下答道 有时 接着医生又问 她的伴侣是否曾阻碍她避孕 女孩的头低下来 似乎感到不太舒服 但还是说了 从不 女孩似乎被戳到了痛点 她撇了撇嘴 反问医生 为什么要问她这个问题 医生仍然以温柔耐心的声音表示 我想要确保你的安全 听到医生再一次重复了这个问题 女孩的脸上有点挂不住 但还是答道 很少 这样的问题唤起了女孩的回忆 她既想逃避面对 又想尝试跨过这道坎 医生重复问题的语速放慢了 似乎怕伤害到她 女孩的眼神四处望着 并不太想开口 医生轻柔地安慰她 没关系的 只剩下几个问题了 希望她能承受住 但女孩的情绪在不断翻滚 似乎就要都不住眼泪了 当听到医生问 你的伴侣曾在你不愿意识 逼迫你发生性关系吗 女孩的脸色已经很难看了 女孩用手抹了一下眼泪 她的鼻子红彤彤的 女孩的情绪涌动着 终于承认了被人伤害过 愿意谈谈这个话题吗 面对医生的关照 女孩从前封闭起来的心 被一点点融化 但她仍然选择闭口不谈 不过医生留下了联系方式 表示以后如果想倾诉或得到帮助 可以来找她当树洞 女孩被推入了手术室 她躺在病床上 一只手紧紧牵着旁人 随着女孩身体的剧烈颤动 一瞬间的事情 似乎就完成了 医生将手术手套摘下 女孩的身体也恢复了原状 女孩和妹妹要踏上回家的路程 因为没有足够的钱 维持到此一游的旅费 所以一做完手术 他们就要离开这个大城市 女孩裹着肥厚的衣服 情绪仍然很低落 她的身体还非常虚弱 要扶着栏杆走下阶梯 于是妹妹一直搬运着行李箱 差点就要倒下 实际上这个大行李箱毫无必要 本来只计划来做手术的他们 并没有太多时间和旅费 但他们却希望自己能观光旅游 行李箱正是他们内心的外滑 表面上他们都少言寡语 极其冷静 但他们的心早就遭受了千钧重压 因为手术没用医保卡 花费的钱太多 他们没有钱坐地铁了 于是姐妹俩只好蹲下来 穿过地铁闸口 妹妹向车站工作人员说明 他们的收据被弄丢了 希望能补办车票 但工作人员表明这样无法办理 妹妹又问回家的票价多少钱 得知车费仍然负担不起 他们只好先离开 坐在座椅上等待 妹妹问要不要打电话给家人要钱 女孩却表示不要 非常冷漠地看着手机 妹妹无奈地离开了 但女孩似乎还沉浸在那份哭出里 被医生提问激起来的回忆 她只能选择让心灵恢复麻木 以隔绝更多的疼痛 但同时表现出了冷漠自私的一面 等到女孩在车站的卫生间 找到了正在化妆的妹妹时 她才明白刚刚自己的弹幕过分了 妹妹精致的脸庞上明显有哭过的痕迹 她似乎原谅了女孩 也理解她承受的疼痛 转头给女孩化妆 他们经过几天的疲劳辗转 神色都非常疲惫 但化妆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提气色 而是要去找之前偶遇的一个男孩 男孩曾在大巴上找妹妹搭讪 兴致勃勃地开启化妞模式 她向妹妹索要了联系方式 并在抵达目的地时 让他们跟自己一起去玩 不过姐妹俩的心理防线很高 不愿意和这个陌生男孩在一起 妹妹心里也清楚 男孩明显对自己有意思 分别后还发来信息约她出来 但妹妹并没有搭理 然而男孩是他们在这个城市中 唯一的人脉资源 于是妹妹好好打扮了一番 主动将男孩约了出来 男孩生性爱玩 将他们带到了一个保龄球俱乐部 妹妹穿着牛仔裤打保龄球 她的臀形被勾勒得很丰满 男孩显然觉得赏心悦目 妹妹开始和男孩调情 接着又来到了KTV 男孩开口唱了一首小甜歌 向妹妹表达自己的心意 二人在昏暗的灯光下 进行着亲密的肢体接触 妹妹改变了从前抗拒的态度 变得顺从 看着妹妹与男孩暧昧 女孩的脸上仍然不冷不淡的 仿佛一个局外人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就在他们从KTV出来后 妹妹终于开始诉苦 她表示丢了车票 家人也联系不上 无法回家 希望男孩能伸出援手 男孩笑笑 表示可以一起去取钱 她让女孩留在原地 自己把妹妹单独带走了 这样让姐妹俩分开 让他们的内心有所不安 女孩等了很久也没等到妹妹 就拖着重重的行李箱 四处寻找起妹妹 当她终于找到了妹妹时 发现男孩正在亲她 妹妹粗着眉毛 但并没有表现出拒绝的意思 女孩知道妹妹做出的牺牲 但又无能为力 只好伸出一根指头 轻轻牵住她 最终妹妹也得到了男孩给的钱 他们好好吃了一顿饱餐 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 在大巴上 女孩的脸忽明忽暗 大巴经过隧道 一切又变得明亮了起来 女孩正当年轻 年轻时遭到的伤害 背叛 也许会让她一蹶不振 变得冷漠自私 但是她并没有陷入黑暗的深渊 而是被在乎自己的妹妹救赎 在困难重重的堕胎路上 女孩最终拿回了 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权 不仅要学会自爱 在两性关系中保护好自己 而且在这个张扬个性的时代 女孩也终于意识到 要对自己负责 一味的叛逆与放纵 并不是最苦的 因为那些快感会转瞬即逝 唯有清楚自己真正的喜好 才会获得更高层次的幸福感 好好把握青春 当成年后回顾青春 不要再用眼泪与疼痛去填充沟壳 而是看到更多人生的色彩 才能在向往的地方驻足